全球零售业市场不断变 对于新世代来说,比起有销售,可能网购更加自在 但网购有一个痛点,就是没得事 有港产的初创Port Square专门针对有关的痛点 建造漏洞无人商店 还在很多不同的外国媒体中曝光 今天很高兴欢迎Port Square的Francis 和大家分享有关的概念和不同的市场发展 好 欢迎你Francis 不如简单和大家说一下你们的商业模式 主要的目标是怎样 其实我们发觉现在很多新一代的公司 他们是从网购开始的 例如设计一个IG,然后发布一些照片 然后就多人去看那些东西,然后就在网购 但是他们发觉买下买下的时候 他们再要去增加他们的生意 就要多些和客户接触 还有多些实质的体验 因为其实不是个人 都不懂你的品牌 然后就这样按键就会买你的东西 所以这方面的需求其实越来越大的 尤其是一些设计品 我们主要是 business model 希望帮到这些公司 很容易去找到pop up的地方 然后很容易去上架 等他们去搞pop up store 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报告 以一些每两个星期租给一些新进的品牌 对于和一些pop up store 比较 其实你们的差异在哪里 是否在一些技术上 或者是否有AI技术在当中呢 其实我们希望开发这个技术出来 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每个pop square 都有一些AI的技术 令到它自己可以无人运作 譬如说你走到万里的时候 会自己serve你 然后怎样去带你去 带你去体验这些产品 另一方面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些report 譬如说 你知道这个场景的人流 这个位置的多不多人呢 真的会不会走进去的人数 就是看你的东西会多不多呢 甚至是你放了不同的产品 SKU 就是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款式在那里 究竟哪些的product 会是多些人 pick up 订其他的products呢 再深入去看就是什么 譬如他们看的products的年纪 他们的性别 甚至他们穿的衣服是什么outfit 都可以做一些统计 就是类似一个市场调查的形式 但是引用那个新技术AI 然后其实是不是有一个镜头在那里呢 是的 其实每辆车都有六七个镜头 它分别就可以做不同的东西 这些镜头就会譬如说 就是简单地算人数 几多人走过 但是复杂到就是什么呢 它可以跟人去视像之后呢 可以将这些里面的内容可以记录下 然后就知道 究竟那些人大概会问什么问题 什么会促成这个交易 这些数据其实都可以帮到一些 就是我们叫做online的店铺 是 怎样去更加了解他们的客户 是 那其实相比起 就是对着一个真人的sales 那些人是觉得对着镜头自在一点 还是对着sales自在一点呢 其实那个user experience 是怎样的呢 其实呢 我们的经验呢 发觉呢 就是譬如 各个地方是很不同的 那譬如去到北京的时候呢 那我们发觉那些人很大胆 有些什么 没有人在这儿 走过去看看那些什么 就随便一起来看的 那对的时候 他真的擦摄KR号就会卖的 那譬如去到台北呢 那些人就会比较 就是比较保守一些 那些东西是什么来的呢 好有趣 好有potential 但是 他连拿起都不敢的 因为怕拿起 会不会弄烂些东西 那我觉得不同的国家会是不同的 不过普遍我们发觉是什么呢 就是young generation 他们呢 就真的 入铺是很大的hesitation 因为他习惯了在网上去查看东西 那无端的入铺 又跟一些sales去聊天 他们会不太认真买 不如真的会看的 但是 其实用一个无人的体验的pop up store 他们就知道 有些新东西去哪里看 其实他们就会很享受自己慢慢去看 所以我们发觉 如果是我们pop square 做过一些的统计 因为我们有些people counting 那些都拿着 旁边的铺 我们一定会比较更好的 走进去 我们那时候看的 ratio 而他们看的时间 是一定会比外面的铺 都会长一点点 是 是 那个实际的数字是怎样的 我想大约是什麽呢 譬如说 如果你有100人走过 可能有5至6个会走过去 我需要看 但是真的走过去 入去店铺 可能只有1至2个 是 而真的看是什麽呢 我们大约是3至4分钟左右 但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人走进去一阵 可能就会走出去 是 可能实际的铺 就会少过3至4分钟 是 而真的 譬如说 他会慢慢的视频 自己去 跟着 那个 那些 那些 看见商品 那些 其实他会更加长时间 是 有点像社会实验 不过就放在 retail 形式 是 是 像 当然有些人会说 旁边有没有镜头拍着我 知道那些 这些 但是我相信 如果多人习惯了这些 其实 他们是没有压力去消费 那为什麽呢 其实 你看到现在 新的Generation 其实他们 check information 未必靠销售人 有时候你去到那个 店铺 你问销售人 他都未必好理解 那麽多的 product 有什麽分别 但譬如说 如果他自己试 跟着有video 跟着他玩 当他需要的时候 他才去按键 叫销售人 和你一起聊天 其实他们会更加觉得 怎麽说呢 我们做过很多focus group 就是做了pop square 半年之后 就面对不同的客户 他说 其实原来体验 真是很重要的 是 而有时有些事情 就是什麽呢 你没有去 试过 你就不至于 但如果没有人的时候 有些你明明不敢拿起来 你都会拿来看看 是 那他整个experience 会享受 你就在网购很多 尤其是买一些 比较贵一点的产品 好 大致上明白 我们下次再谈 这次时间差不多 好